如果你是鬼逆之刃东特的一个角色 你希望是谁呢 人人都想当盖世大侠 都想当鬼杀对得住 仗剑走天涯 杀尽人间厉鬼 但是 假如不幸穿越成为一个 地际无名的小鬼 你要如何在这个猎鬼人 从心地直接生存下去呢 有哪些办法可以提高自己的实力呢 鬼逆之刃中 猎鬼人有等级之分 鬼也一样有实力高下之分 鬼中最强的十二个鬼 被称为十二鬼月 其中前六名为上险鬼月 后六名称为下险鬼月 上险鬼月的实力在鬼杀对住之上 如果单挑 就基本不是上险鬼的对手 因此一百年来上险鬼月都不曾发生变化 无数的鬼杀队员和畜丧生在他们手中 上险鬼月就弱多了 实力在住之下 因此在蜘蛛山下险五 被水中富刚一勇秒杀之后 鬼王五惨震怒 直接消灭了所有的下险鬼 鬼也不是一件成鬼都这么强大 每个鬼也需要慢慢升起 一步步提升实力 在刚刚成为鬼之后 都落不均风 那么如果不幸变成了鬼 都有哪些方式提升实力 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 鬼提升实力的方式一共有五种 厚着脸皮去找无惨 都要点鬼血 人变成鬼 最根本的变化是血液发生的变异 这一变异的根本来源就是无惨 因为一千年前无惨得了怪病后变成了鬼 他的身体可以源源不断产生这种鬼血 无惨只要将自己的血液输送给其他人类 那个人类就会成为鬼 但是这种血液只有无惨本人 能够源源不断的制造其他鬼虽然血液更有了无惨的鬼血 但是自己并不能制造更多的鬼血 所以一直以来只有无惨能让人变成鬼 其他的鬼因源是鬼血不足 先有分给其他人让他们变成鬼的能力 无惨给的血了多少 直接影响了鬼的实力 给的越多实力越强 所以这一方法是最方便快捷提升实力的方法 但是血量过多也会有风险 如果没有足够强的承受能力 还是少数点鬼血比较好 在炭治郎第一次遇到无惨的城市里 无惨就曾经给一个人类输入大量的血液 那个人因没能承受强大的力量直接死去 在第一季动画结尾 无惨唯一没有杀掉的撒前一眼梦 也就是因为对无惨的忠心耿耿 获得了更多的鬼血 从而实力获得提升 获得鬼血最多的应该是上前一黑四谋了 他本身就是越是呼吸的见识 实力强大 能够承受足够多的血量 因此他成为鬼之后 成为了一场强大的存在 后来他甚至还能够分出一部分鬼血给人类 足见他获得了相当可怀的血量 多吃点人类的血液除了获得鬼王赏赐 绝大多数的小鬼一般 只能通过吃人血来慢慢提升实力 成为鬼后 人血成为了他们唯一的餐食 如果把鬼血看成快速进化的激素 那人血就是每天必吃的营养餐 日复一日积累 就能慢慢获得更加强大的实力 虽然并没有说吃了多少人 就能爆发血鬼术 就能获得多么强大的力量 但是毫无疑问 鬼中的强者都吃了不计其数的人类 才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爆发血鬼术 血鬼术是鬼强大到一定程度后 会自动获得的技能 爆发血鬼术后会实力会有之的飞跃 毕竟以前只能出拳 现在能发波了 两者是有提大一别的 血鬼术是每一个鬼 根据自身特点而产生的 是对自身能力的定向增强 会有的血鬼术后 会和原有技能相辅相成 获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种增强方式可以复回球 不过到了已经境界 血泡俱称 练习呼吸法及相应的剑术 这种方式就比较高级了 比如上前一 以及后来的星际上前六 都曾经是拥有呼吸法的件事 同样 鬼也能通过练习呼吸法来增强实力 不过这就有点不公平了 鬼本来就比人类拥有更强的身体条件 还自带无限回复药 你要是在练习鬼杀队员 唯一的增强方法 呼吸法 那还让人类怎么玩 人类练习呼吸法 可以获得感知 速度 力量等诸多方面的提升 将身体素质提升到与鬼相同的指平 那么鬼练习呼吸法后 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所以 练习呼吸法才是鬼增强最有效的途径 之所以许多鬼不选择这种途径 是因为呼吸法极难修炼 它们本身有血鬼术加持 获得血鬼术更容易 为何还要费死尽修炼呼吸法呢 要打通通时间 这是在呼吸法之上中高级的层次 目前所有鬼中只有鬼的十足无惨 上弦1和上弦3有此实力 获得通透世界的能力后 整个世界在你眼中都是通透的 举个例子有多强吧 无限程中 富邦义勇和炭治郎两人二位一对付上弦3 被上弦3碾压 在炭治郎进入走马灯 露出通透世界后 一刀斜阳转身 就斩断了上三的伯格 通透世界是实力的至高领域 不断是人类修炼的顶峰 也是鬼的极限 如果鬼修炼到此境界 那将是鬼杀对秦南对付的存在 这种实力水平的鬼 坦论伯格已经无法杀掉他们了 上弦1和上弦3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不是自己执念消失 他们将会无限重生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留言告诉我 我是阿伟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